Hello 大家好 我是Leanne 歡迎回來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今天真的 很開心 因為今天就是GYM重新開放的日子 而我這次已經一早去做GYM了 早前GYM就長了一個半月 而我前前後後其實差不多 接近兩個星期已經沒有去到GYM 完全一個破紀錄的長時間 自從我接觸了健身這大概四年期間 我應該沒試過這麼久都沒有去過GYM 我要去GYM的瘋狂程度是可以 我去年自己一個去美國旅行的時候 自己一個開車特意去半小時車程以外的健身室 所以這次被迫暫停去GYM之後 就令我反思了一下GYM對我的意義 如果大家有看我講有關暴食症的影片的話 應該都知道GYM對我來說是十分重要 它有其中一個令我暴食症 這個飲食失調的情況 有改善的一個轉捏點 所以其實很坦白說 這次有一個半月不能去GYM 其實我真的覺得整件事很舒服 首先我想說一下我接觸健身的一些生路歷程 其實我一開始應該跟大部分的女生都是一樣 都是主要做Cardio、跑步和Apps的訓練 以為這樣就可以練到馬甲線 然後最喜歡的就是上YouTube看一些 10分鐘Apps的訓練 或者什麼Apps Q 這類的影片來做 其實是有一點點效果的 就是你硬勾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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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 就是腹肌線的 然後那時候有一個很出名的Home workout 就叫做Beginny Body Guide 也是一個簡稱BBG的workout program 我應該是在Instagram看到BBG的一些P和Post的對比 就是一些Transformation的photo 就會覺得 哇!原來跟著這個workout來做 就可以有這樣的效果 於是我就給錢去買了BBG的program 那時候還沒有那麼多 就是現在有很多不同的App 那時候那些運動App 都還沒有很盛行的 所以買了之後 是以一個PDF的形式 寄到自己的email 那那個BBG的PDF 就會有一堆的圖片 給你跟著去做 通常它都是會有兩組的運動 每一組有四個動作 就要你在七分鐘之內 不停重複做這四個動作 做完第一組 休息一會就會再做第二組 然後再重複一次 就是四組七分鐘的運動 做完就大概半小時 那時候這一類的七分鐘運動 是非常之流行的 所以就這樣展開了 同手訓練的歷程 也都認識了很多不同的訓練動作 例如Squad Lunges Soldatap Burpees 那時候我真的很認真 很認真去跟著做 它的program就是12個星期 但是12個星期過了之後 我的身形其實就沒有太大的變化 那我就很納悶 就是為什麼別人的照片 可以有這麼大的變化 但是自己 就是為什麼自己做下去 又沒有分別呢 完全 而那時候呢 我的暴食症是 我還是會有暴食 會有口口 那我就覺得 嗯 可能是我自己的問題 可能是又不夠努力 而它的運動呢 做起來又真的很累 很有挑戰性 就是那個feel呢 就覺得很搶 很有用 很好feel的感覺 於是呢 我就再買了她的BBG 2.0 去繼續做她的program 那但是呢 又再過了12個星期之後呢 我的身形其實都沒有太大的變化 就是完全不是其他女生的那些 相片那麼大的對比 於是呢 我就轉了另外一個blogger 就叫Cassie Ho 那因為呢 就覺得她的身形呢 就比較有肉一些啦 BBG那個呢 就是很高高瘦瘦 那我就覺得呢 好像Cassie的身形 就比較 就是現實一些 比較符合到我的目標一些 於是呢 就開始跟她youtube的一些 訓練動作的影片啦 那時候我也挺喜歡她的 因為她的影片呢 真的挺鼓勵到別人去跟著她做的動作 而且她的訓練呢 就配合了HICT和Parties 那我覺得這個組合也挺有趣的 於是當她推出了一個叫PIIT的訓練貨表呢 我又給她錢去買了 但是呢 結果當然也是這樣啦 就是沒什麼大變化啦 然後我又轉了追蹤Chloe 那時候呢 覺得她超棒遊戲 是她的屁股 我應該是由看到她開始才最深於練團的 那時候呢 就應該是2017年 也都是我終於開始有接觸重訓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Chloe呢 是有做Squats Dead Lifts 這些重訓的動作 然後那時候公司就有個小小的Dream 有一些簡單的器械和啞鈴 那我就開始在網絡上會學走一些不同的動作 但是都是一些單關節的訓練動作為主 所以我一開始呢 真的跟你們是一樣的 也都所以我很清楚明白你們的心理 那在終於開始有接觸到一些阻力重訓的動作之後呢 那身形就開始有變化了 然後就開始有越來越正面的body image 開始對自己有自信 開始由目標正是著重於自己的身形體重呢 轉變成在訓練表現上面的進步 那這一點也都是我之前有說過 令到我的暴食症越來越有改善的重點之一 然後說到這裡呢 就不得不提一下Emmy Wong了 其實我都可以算是一位元老級的follower 我follow了她的IG很久了 是由她還是叫Stay Fit and Travel的時候 已經開始follow她 那時候她也都還沒有youtube的 那我也是很喜歡她的那時候 那撇除她現在的發展先 其實我都真的好多謝她 因為她也都曾經inspire了我很多很多 那當初我是怎樣找到她的IG呢 因為那時候她還是不是很出名的 其實呢我在IG找Bullimia的Tag找到她的 那發現原來她也是香港的 所以就立即follow了她了 因為原來她以前也有暴食症 也會扣喉 一樣也是BBG Girl 那我就覺得自己的經歷跟她很相似 然後她也都分享了她 怎樣由暴食症之中復康過來的故事 當時在我覺得自己已經有這麼多年暴食症歷史 我以為自己一輩子都會是這樣的時候 其實她真的給了很大很大的曙光 令到我知道原來暴食症是可以康復的 那在她自己的IG就會分享一下自己的日常 一些飲食和一些訓練 那其實她玩很多crossfit的 那我覺得她是很厲害的 總之都是算是一些有重量的訓練 那感覺就是很強壯很健康的感覺 那也是令到我整個人的lifestyle轉變了 那所以coolie tank是讓我知道 這個世界除了一些homework 一些徒手的訓練 HICT之外 原來還有weight training這一回事 Emmy給我的啟發就是令到我想要變得健康和強壯 於是我就慢慢步入了這個重訓之路 那我就慢慢發現和看到很多台灣的一些分享 例如有Peter May Candace 和Hona 當中令到我有最大的啟發 特別是May 我剛才也說過 我開始接觸到重訓 其實都是一些很簡單的單關節動作 那也是和很多的你們一樣 都很擔心重訓會變得太健康 但是自從看到May的IG之後 她很鼓勵女生去擁抱大重量 不要怕變得太健康去接觸重訓 而且的確看到May的身材也是練得非常好 完全不會有太健康的感覺 而是很精神 很有線條的身材 而且也開始看很多其他外國的健康模特兒 其實他們做重訓都是做得很重的 所以我就開始不怕去做一些大重量的訓練 都開始去練習一些平衡的動作 例如Squad Dead lift Bench pass 等等 就是這樣踏入了這條不歸路 那前陣子終於就不能去健康了 其實那個感受是有點白感交集的 首先第一次聽到健康要關門的時候 其實我有點鬆一口氣的 因為那時候一方面覺得健康其實都很危險 自己都想停一停的 但另一方面有些掙扎 又不想停 那好吧 宣佈了要關門 一了八了不用煩 所以頭一個星期都覺得 都不錯 可以休息一下 但是慢慢 就開始心癢了 就覺得自己的肌肉要全部流失了 特別是一天照鏡 發現自己的屁股大消風 就是差點想哭出來 於是就在家裡用盡所有的辦法 用小圓圈啊 阻力帶啊 椅子啊 拿男朋友當作重量來練 但當然我感覺是 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那我就在懷疑人生了 因為重訓對我來說 一來是一種打造身材的訓練 而我亦都很享受訓練的過程 就是掙扎完之後的進步 我想是很多做健康的人 都很著迷的一件事 所以不能去健康做重品 感覺就是 好像自己在退步一樣 感覺是非常之不好 以來就是少了發洩壓力的渠道 雖然一些home workout 或者跑步等等 都可以 都叫做運動一下 但是有時候你和 舉鐵的感覺是真的不同的 而且呢 都令到本身很自律 很有規律的生活 即是無論健身啊 飲食啊 作息啊 一些很規律的習慣 都開始慢慢沒有動力去維持下去 即是其實之所以 健身除了改善到我的身體印象 和自信之外 另外一部分的原因就是 健身和營養的關係是息息相關的 你越投入健身就會 會越注重營養 身體越有足夠營養 也會減少暴食的衝動 沒有健身之後呢 就經常都很想灑廢 但都還好一直以來的 建立了的習慣呢 就沒有令到我完全放棄了治療 我經常都說的 你起床動一下 五分鐘也好 十分鐘也好 做幾個Push Up啊 做幾個Squad也好 其實重點呢 就不是你做了多少 而是 做啊 你會覺得感覺很良好 更加能夠維持著一個Active Lifestyle 所以也有不斷地做一些 逃手訓練 還有又跑一下步 但是始終呢 也有少少管皮了 所以呢 也感覺到很明顯是有肥度 雖然體重呢 其實就沒有什麼大的改變 但是就感覺到肌肉少了 和身體肌是高了 而這件事其實也會有影響到自己少少的身體形 和視訊 因為感覺就好像有少少 回到以前去跟家工作 但是 做完都好像沒有分別到的感覺 一看著鏡子 看見自己明明是肥了 但是又好像做不到事情 那樣的感覺就不是太好 所以我覺得重訓呢 對我來說真的有它的獨特性 而暫時我也找不到有其他東西可以取代得到 重訓除了在鍛鍊身材之外 也是讓自己的身體越來越進步 而且健身之餘也會健身 無論是自信心意 自力 你的自律性等等 它也都讓我明白到 要成功的重點不是一些什麼很fancy的方法 而是consistency 所以如果你問那些youtube的workout片有沒有用呢 首先我覺得要視乎你是想用來做什麼 那如果你純粹都是想動一下 那當然沒問題 或者如果你是想瘦就可以了 不用說要有什麼曲線的 那你也可以只是做一些 cardio 跑步 或者跟著做一些 aerobic 但是如果真的想要變得精神而有曲線的話 那就真的不要再浪費時間了 反正都是要抽時間出來做運動的 那為什麼不做一些真的有效的運動呢 那所以現在又可以做健身 真的是我是秒快做健身 我想像不到如果沒有了健身 是會變成怎樣 所以真的拜託千萬不要再生了健身 但是都記得最重要是建立到屬於自己的lifestyle 可以長久地維持下去才是成功 我想遲些如果有一天你不想去做健身 那你去健身的影響是可以大到這樣 HOMEWORK OUT不是不行 但是真的不是那一回事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沒有做開運動 你想開始做一下的話 你其實可以的 可以試一下這些HOMEWORK OUT的 那我覺得這一類的HOMEWORK OUT的影片 是的確可以令到別人建立一個運動的習慣 但是如果你已經有一個運動的習慣 你心思思想去開始重訓的話 那我就建議你不要再浪費時間 快點踏上重訓這條不歸路了 因為如果有得讓我選擇的話 我都會希望自己可以早點接觸到重訓 不過不要緊啦 是永遠都不會遲的 那不知道你們在GYM close了之後 再重開的感受是怎樣呢 那你們可以在留言裡跟我分享啦 那最後都記得給我一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啦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